第 167 集 商量对策 然后清熙又骑着马 回到刚才离开的客棧 刚刚店小仪只是向门口外面看过去 刚刚就见到清熙回来了 忍不住揭一声又笑出来 清熙灰头肚面地搅着头 只是瞅了店小仪一眼 就自顾自地换了一条路 这个叉口只有这两条路 既然不是这条路 自然就是另一条 清熙换了一条路 又跟着骑行了一阵 这条路的人都多了很多 不像之前一人都没有 西瓜 卖西瓜 一声声叫卖声 在路边就传开了 这里附近有些人在路边卖西瓜 纷纷招呼过往的人 过来吃一口西瓜 清熙慢悠悠地骑着马 向那个方向走过去 一路上一堆人都快来 招呼清熙买西瓜 咦 姑娘 来买西瓜 来啦来啦来我这里买啦 咦 姑娘 我的瓜甜啊 那些路边的小贩都纷纷招呼清熙买瓜 他们之间都是竞争对手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成堆西瓜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成堆西瓜 就在等着他们自己一个个卖出去 清熙就被这班热情的小贩嚇到 一个没留意就被围住了 清熙怕不小心撞到他们 快快就杀绝了一只马 这些小贩就急急地围着过来 咦 姑娘 买我一点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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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一遍 你的瓜哪里甜 咦 搞得好像你那些很好吃 咦 反正就好吃啊 你那些呢 清熙忍不住就翻了个白眼 他这个买主都还没表态 这些人就拗起身了 即时没意思 他骑着马就走人了 等那些人继续留在那里争论 反正清熙都没打算买 那些人直到清熙都走了 还在拗脚 还在辩论 哪个的瓜比较甜点 哪个都不让哪个 都没留意 他们的买主已经走远了 这一路上 清熙遇到不少人 看着他们一个个急急地赶路 身上穿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江湖人士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和清熙一样 赶赴华青山的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 都是赶赴华青山的 他们又有可能是去拜师的 那个著名的容大师 只是不知道又该有多少人 会被他拒之门外的了 既然这些人都是要去华青山的 那么清熙就干脆跟着他们走 这样就可以不用当失路了 他是个天生的路痴 如果是被人知道他经常当失路 那还怎样在江湖上面搂 清熙就这样 跟着他们向着华青山的方向走 在远方的阳谷关 眼看着短短的几日之内 阳谷关现在的军营附近 就一直有不少规模的震动 那些士兵议论纷纷 一时间军营里面人心惶惶 但是深知真相的牵缘羽 和凌缘两个人没有去解释这件事 令到大家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里面 那天狮子带兵去敌军阵营的白暮月 最后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他 他带他的兵力都撞身在敌军的军营里面 回来的时候他身上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 看起身有些似是被诈伤的 自从白暮月回来之后 很少跟牵缘羽和凌缘两个人碰面 大部分的事都是牵缘羽和凌缘两个人在处理 有一天牵缘羽和凌缘 以及王副将三个人在大军的营帐里面 三个人正准备商量一些东西 牵缘羽眉头紧锁,表情很严肃 看着营帐中间的模拟沙盘 听着凌缘和王副将的报告 王爷,最近在杨国关和边疆那片缘崖峭壁的领域 频频发生了不小的震动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最近都人心惶惶 以为是天灼人 王副将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 这样的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好 寧元显得毫不在意 面上的表情很自然 哦,没事,就是敌军在这儿炸崖峭壁 王副将一下就懵了 啊,炸崖崖?那是什么回事 那,我跟你说一下 寧元就打算和吴知情的王副将解释一番 哦,好啊,好啊 王副将坐直了个身,洗意恭挺 上次我和王爷不是失踪了一段时间吗? 我们去了那个悬崖峭壁 结果那里居然有通往边疆室地的密道 我们就直接去吧 密道的出口是边疆那片沼泽地 但是现在就被敌军填平了 寧元停了一下,看了天元宇一眼 天元宇正是目不转睁地钉实的沙盘? 不知道在想什么? 王副将有点紧张,竟然一下就站起来 啊?那豈不是入侵羊谷关更加容易了? 寧元被王副将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到恶了一下 诶诶,你卯使激动吧,我跟你说一下 稍微想了一会儿,寧元又跟着说了 那里的密道就比较合纱 而且地势险进,不适合千军万马通过 所以我们猜测,敌军炸了这个羊谷关 完全是为了令千军万马直接从边疆失地 直达阳谷关的福地 王副将忽然想起那天的情景 开口就问了 呃,但是那天 似乎将军和王爷两个人 都是从沉河的方向回来的 你们是怎样趟过沉河的呢? 如果是知道了度过沉河的方法 那日后一定是对他们极其有利的了 寧元就说了,多得王爷咯 我是跟着王爷在一起的 王爷运用轻功跨河 同时将一具敌军的尸体调进去 通过踩踏在他身上的一些浮力 就这样就过来了 我真的很牙烟啊,我功力就不及王爷 差点就一起不稳,跌了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紧急情况 寧元仍然觉得有些心有如归 王副将一听,心里面不由得就佩服起身了 涉政王神王殿下 在他心里面一直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 也是只有他才会有这样的胆息和武功 两个人的对话逐渐就结束了 大军的形象里面安静了下来 天元宇坐在主位上面 钉着那些沙盘已经很久了 似乎在想着一些事情 寧元就控着王副将 在他耳朵旁边小声说 你说王爷现在在想着什么 或者王爷在想着 跟这次战斗有关的事吧 王副将见到神王殿下 钉着那个沙盘已经很久了 尸毫都没有受到他们的干扰 看来王爷想得很深 灵元还在小小的自知沉沉 唉 我就不明白了 那个沙盘有什么好看的 看来看去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牵元宇耐力深厚 何况营章之中只有他三个人 他虽然在想着自己的一些事 但是还将灵元和王副将的对话 全部都听到了 他紧紧地抹着嘴唇 突然间冷冷地说 要不是你来做统帅 这个好像寒风刺骨一样 又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两个人都是一恶 特别是灵元 甚至还有一点害怕 这么多年了 他是比较了解摄政王神王殿下的 搞不好他一个不高兴 将自己杀了都有可能 灵元突然间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了 那王爷 你熟下是说说的 好了 小废话 你们过来 牵元宇一个人直接走到沙盘的面前 现在大敌当前 他亦都无功夫去一一追究责任 现在正好是用人之制 灵元和王副将两个人不知所措 但是还有一点点移到了沙盘面前 牵元宇指着沙盘上面 一处铺设着乱石的地方 这里也就是杨谷关的那片沿崖峭壁 估计这两天 敌军已经差不多 将那里填平了 与其在以待毙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牵元宇好像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灵元就附和了 我亦都觉得这样可以 他就和刚才质疑神王殿下那时 判约两人了 本集播讲完班 感谢你的收听 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主播等着和你互动 第168集 敌军入侵 好了 小块话 有本事就打一场圣仗来看看 牵元宇自然就不是傻的 灵元这么光明正大地拍马屁 还不是因为刚才的事 怕自己会围难他 王副将就小心翼翼地问 王爷 要不需要将威武大将军找过来 牵元宇冷着面吩咐 你去 把他马上过来 白慕月这个人 虽然是牵元宏派来监视他们 但是必要的时候 或者还会搞出什么事 但是怎么说 他现在也是威武大将军 虽然就远在边疆 但是如果白慕月出了什么事 他们也不要交代 该做的事还是可以做的 而且如果白慕月 可以在军事上帮他们 这样一来 这场战役结束得也会快一点 在王副将离开大军的形象 去找白慕月的时候 牵元宇特意叮嘱了灵元一番 灵元 凡事以大谷为重 设计不可以意气用事 灵元的性格就比较直 这样很容易坏得大事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灵元自然清楚 牵元宇说的是什么 上次和白慕月作对 两个人都被牵元宇 趕出了大军的形象 这一切他现在是历历在目 王副将办事效率很快 况且他在军营里面 还有一些威信 白慕月就算是威武大将军 也不敢和他摆面式摆架子 很容易地就将白慕月 请到了大军的形象 自从前一阵不久 白慕月带人去偷杂 结果回来的就只有他一个 这一阵在军营里面 倒是安分了不少 也不敢摆他的威武大将军 那些架子 白慕月跟着王副将进来 灵缘不舍一顿地摆了他一眼 根本都不将他放在眼内 白慕月来的时候 规规矩地和天元宇行了个礼 王爷 都是没有了之前的架子 天元宇忽略了他的礼节 也都不理他 好了都到齐了 我说一下 跟着下来准备的部署 白慕月见到神皇殿下没有理他 有些觉得尴尬了 就收回了自己的礼节 天元宇合场的眼眸里面 闪过一丝神秘莫测的光芒 现在在阳谷关沿崖峭壁那边 差不多被敌军填平了 估计他们想在那里 直接深入阳谷关的腹地 近日要加强那里的守卫 如果被敌军成功深入阳谷关腹地 那将会后患无穷 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你们就抵着头来见我吧 三个人接受了牵原语的命令 耳口同声地说 是 是 是 王爷 将军 大件事了 一个士兵一边奔跑一边叫 从远处就跑过来了 声音逐渐清晰起身 正在大军的营帐之中的四个人都站起身 面向营帐的门口 只见一个士兵急急地跑过来 一声单身跪在地上 牵原语冷声地问 什么回事 这个军营里面 谁不知道他定下来的军规 但是现在这个士兵 网网撞撞 不会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我个士兵面色惨白 说话的时候 嘴唇还忍不住在这里震 他很害怕 摄政王一个不高兴就把他杀了 王爷 迪 狄想你 带着一部分迫力 和仰谷关的懸崖超壁入侵了 原来这个懸崖超壁 居然 已经变成平地了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没想到他们正打算主动出击 但是敌军就已经入侵了 相比较于灵缘 王副将和白武月三的人来说 牵原语比较沉着冷静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显得比较冷静 不慌不忘的 牵原语问了一句 敌军来了多少人 来了来了大概一千人 一千人 你为什么这么少 灵缘想都不想 直接就说出这句话 似乎是很嫌弃的样子 这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恶了一下 王副将一副同情他的样子 白武月只是恶了一下 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牵原语就死死地摸出他一眼 随即嘴角闪过一丝很有意思的笑意 他冷冷地对着灵缘说 灵缘你看看什么情况 本王要求你 不费一兵一却 将这一千兵马击退 不理你用什么方法 王爷我 灵缘百口莫辨 嘔吐了 这些真是自己搞死自己了 牵原语给了他一个 好像想杀人那样的眼神 干什么呀 有意见 没了 没了 灵缘和牵原语眼神对视相 快点否认 王副将万分同情灵缘 将军 我和你一起去 好 灵缘想都没想到同意 但最主要的 还是要看牵原语的意思 看到牵原语很久都没有表态 这就是默认同意了 王副将就和灵缘两个人 一起出了形象 灵缘和王副将两个人 急急地前往阳谷关的懸崖峭壁 现在那里已经是一片平地了 虽然还是有些陡峭 却不妨碍大军的进法 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 敌军的首领 带着他们的人马 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但却没有于进攻的意思 看到来的人是灵缘和王副将 他们就大为失望了 耶 干啥 你们神国是没人了吗 派你们两个手下败将来这里送死 敌军的首领 因为之前已经赢了一场战役 奪走了神国边疆的领地 所以现在看到这两个当初的手下败将 自然也是不屑一顾 我呸 就你呀 我都还没放在眼里 灵缘对于上次件事 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敌人偏偏常常拿这件事来做文章 看不起他们的神觉 敌军的首领挑衅灵缘了 哼 有本事来单挑啊 你 灵缘火滚了 滴住手里面的长枪就要去跟他缺斗 王副将拉住了他 啊 长军 手安无数 恐怕有诈的 灵缘这样才收着手 和敌军的首领在那里对峙着 首领 一个敌军的士兵从没多远处 骑着马就赶了过来 然后在敌军首领的耳朵旁边 说了几句 敌军的首领听到 面色一变 但是随即又恢复都正常了 这个稍重即逝的面色 却被王副将和灵缘两个人捕捉到了 他们互相看了一张眼 敌军的首领和那个士兵交流了一阵 然后敌军的首领给了那个士兵一样东西 那个士兵拿着 就直接向着他们走过来 这个是我们落的战书 三日之后就在这里缺一死战 士兵把战书留下给了灵缘就回去了 没过多久 在敌军首领的指挥之下 他们也退兵了 马蹄踩踏过这片曾经的原来超壁 阳气得阵阵尘埃 灵缘的嘴角有点抽搐了 啊? 他们 他们敢在这里玩啊? 这个敌军的首领也太任性了吧 呃 可能是吧 王副将也觉得有点奇怪 那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灵缘打开刚刚收到的战书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约战的时间地点 将军啊? 那... 王副将在旁边也看着敌军的战书 两个人你眼望我眼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 先回去和王爷说一声 他们两个人就抓不定主意 灵缘就打算先去告诉 天元宇知这件事 再商议一番 畢竟敌军的目的有点奇怪 灵缘和王副将两个人 前往阳谷关羽崖峭壁地段 还没过多久就回来了 灵缘的手上还拿着一卷东西 步伐很轻松的 两个人直接就走进了营帐里面 这样一来一回都没担不太多时间 回到营帐那时 天元宇和白暮月还在那里 两个人都没出声 而是各自有着各自的想法 王爷 灵缘刚刚入营帐 就直接走到天元宇面前 将自己手上的敌军战书 直接递给他 天元宇没去接 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 这个是什么 本集播讲完不 感谢你的收听 看 鬼 词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